這個就是北市府內部的管控 非常離譜的一個狀況 結果現在陳志涵那最新的講的話 是什麼 他說什麼蔡英文 什麼草菅人命啊 幹嘛 蔡英文暗港訊息 對 這個根據是說 其實在四月六號的時候 蔡總統跟要守國門的桃園技場的桃園 以及有高雄港的高雄 眾多的這個首長一起去討論 他們就覺得說 雙北被排擠還幹嘛 這些事情我們當初就已經討論過了 但重點是在於是說 這個陳志涵的指控是說 指揮中心那個時候知道有疫情 故意不跟雙北講 這個是擺明的造謠 我跟你講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指揮中心根本也不會知道 說雙北擺爛到這個程度 這個是從柯文哲跟侯友加在一起 先從搜狗七萬多封簡訊塞爆整個系統 再把人逼去急診 讓一堆真正需要PCR的人都沒有辦法分流 都沒辦法用到之後才產生非常多的一些確診 黑數在雙北這邊跑來跑去研辦到全臺灣 這個是在四月初發生的事情 那你說蔡總統跟陳時中部長 他怎麼知道說雙北擺爛到這個程度 所以根本不是中央在四月初引臨疫情 這是四月初開始 雙北就特別是柯文哲開始 把整個臺北攝醫療資源醫療的基層 搞到人養馬翻 才造成後續現在的一個重題 問題 現在他為了要掩蓋這些事實 其實柯文哲他態度就是我就一直罵 反正我就一直造謠 都說都是中央的錯 中央的這些問題 但對於民眾來講 其實這個分解很清楚 中央一設一篩檢站設下去之後 排隊問題就解決 他最後一個解釋是說什麼 說他後端有那個所謂的PCR PCR的那個採檢那個量能不夠 所以他前面的篩檢站也要少一點 這句白話文是什麼 就是他就告訴你說 因為醫院篩檢比較慢 所以你呢 你在前面的這個部分 光是採檢的部分 你也最好給我排隊 就是還有很多檢體在排隊 對 他覺得你排隊沒關係啦 反正你排一排 後面的這個醫院PCR 也沒那麼快出來 不如就排隊就好 這很離譜嘛 這是今天最新的謠言 梅雲跟柯文哲 我必須要講說 你醫院的這個PCR 到底夠不夠 這個可以討論 但是你先讓民眾採檢完 你不要讓民眾在那邊參風露宿的 在那邊擠在一起 在那邊排隊 這就不對嘛 所以搞了那個急診室大排長龍 原先大家都以為是這個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政策錯誤 結果後來經過一個禮拜的 釐清之後 發現是他們兩個這個市長 尤其是柯文哲 你剛 朗東最早講的就是他自己關了燈 然後發了一堆簡訊 叫人家去那個急診室 去這個 擠報了採檢 然後你地方沒有採檢站嘛 相對出來的就是 陳其邦的高雄市友 那個時候就已經有20個採檢站 而台北呢 這個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只有7個 那這個急診室發現是人為的 無能或者是搗亂造成的之後中央才介入 中央一介入呢 那個自由廣場的這個畫面呢 就顯示出是一個非常井然有序 而且呢是一個非常標準的做法 這個做法呢 再加上他周末的松山機場 那中央呢也協助去建立了一個 一條龍市的這個採檢站 才舒緩了目前的雙北的採檢的狀況 你知道在雙北的急診室 排隊到這個半夜三更 五夜凌晨的那段時間 很多的台北市民沒辦法是跑到 基隆去採檢 跑到桃園去採檢的 這就像打疫苗的時候 很多人排不到台北的疫苗 只好往桃園走 或是往新北走啊 這兩個這個 柯文哲所造成的現象呢 最好笑的是他自己的PCR採檢 要請教舒緩 他不是快篩牙嗎 結果他跑到仁愛醫院去 然後他還說人不多 只有五分鐘 為什麼 那是因為中央把你疏散了人群啊 中央的這個大型的採檢站 都已經設立了 還好意思講 結果你踢爆了他的這個預約 這個系統呢 是沒有取消功能 然後他罵完人 被你這個揭穿真相 他又說沒事跑去預約幹嘛 人家確實人家是有事才跑去預約啊 PCR採檢不是有症狀 快晒癢啊 或是你有這個需要才要去的 他又在那邊硬拗什麼啦 那最重要的就是他自己為什麼 這個本來是一個大專家 說要吃藥 說要吃 結果自己 我原先以為他是非常豪情壯志要直播呢 按照柯文哲的標準 各位同意我的看法吧 他被PCR確診之後 他應該就趕快直播我吃 PCR表示我多正確啊 結果沒有 偷偷吃普拿藤 然後被問了之後還說 也不敢講他沒吃 或是他這個為什麼沒吃 而且回答的是 含含糊糊的說 他是醫生會自行評估是否需要藥物 他評估了啊 他吃了普拿藤 他不敢吃PCRoviet的 請問你 柯文哲你好好的 你明天直播吧 後天直播吧 反正你還要被那個 檢疫隔離七天 你給我一個答案 為什麼你不吃藥 你為什麼不直播 讓大家看到你 偉大的專業的這個表現啊 所以柯文哲就自打臉 他之前說確診就應該給藥 而且是抗病毒的藥 他自己就已經證實的告訴大家說 如果你確診沒有到一定的嚴重程度的時候 其實普拿藤跟一些致症狀的藥 其實就可以和緩 這個整個疫情 不一定要吃藥 這是要告訴所有觀眾朋友的 如果你確診的時候 不要急著像柯文哲被柯文哲騙了 就是說一定要醫生開給你這個抗病毒的藥 我覺得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柯文哲說這個 他確診之後 他上網去預約 然後下午就到這個仁愛醫院去PCR 然後五分鐘就結束了 我要跟柯文哲市長講說 你實在好不知道你台北市民有多痛苦 我有個民眾有一個阿姨 他大約他78歲 他的先生80歲 大約在五月十幾號的時候 他的先生因為快篩羊 他帶著他的先生到仁愛醫院去排隊 到仁愛醫院去排隊的時候 因為他們已經80歲了 可是他先生滿78歲 所以可以走綠色通道 他也想要一起做PCR 可是因為他還沒到78歲 所以他們只好排社區篩檢 他排社區篩檢的時候 他就覺得說要等好長喔 所以他就想說那我們自費好了 我花四千塊我甘願 結果他去排自費的時候 又被醫護勸說你不要排自費啦 你到這個所謂的急診去 因為你先生已經發燒了 結果他到急診再去掛號的時候 醫生一看到說 啊你只是快篩羊啊 你為什麼來排急診 你都沒有在看新聞喔 我們急診醫護快要被淚爆了 你知道嗎 結果他又排回去社區篩檢站 你知道他先生在那一天 站了三個小時 馬上現場昏倒 就馬上被送去仁愛醫院的急診室 那個時候才等來了PCR 柯文哲柯市長你知道嗎 在中央沒有協助去建立台北市的 社區篩檢站的時候 台北市民是怎麼在 這些PCR篩檢的 你完全不知道 一直覺得你夠啊 很快啊 很快是中央幫忙輸陣 中央協助設立的時候 才能夠讓你柯文哲市長 這個大市長確診的時候 五分鐘就解決啊 你知道在你之前 你硬著頭皮說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 只有七個社區篩檢站的時候 台北市民是怎麼被你認定的 你知道嗎 被欺負的你知道嗎 我一直跟阿姨講啊 那個阿姨真的是 他已經確診結束了 他回到家之後 他已經隔離了七家七天之後 他才打電話給我 他先生恢復了嗎 他先生恢復了 他也恢復了 因為他也PCR 他後來也是陽性 那他們兩個都七家七天之後 因為他真的很生氣 他覺得他在家裡 他只是要等一個快篩試劑 台北市政府一通電話都沒有打電話 關懷包那個時候已經沒有辦法做了 關懷中心沒有一通電話 然後我們的這個關懷包也全部沒有到 他自己因為非常擔心 如果他沒有好 他走出去買快篩試劑 會傳染給其他的人 所以他一直在等 他說後來是誰 是他的親戚 從哪裡寄快篩試劑給他 從高雄 從高雄寄快篩試劑給他 所以我覺得台北市的資源這麼的豐富 我們之前在議會質詢的時候 這個黃三三也說 我們各行政區都會有關懷中心 我們的這個關懷包裡面有快篩試劑 會寄給這個所有的民眾 他打電話打不通